恭喜入圍 恭喜 黃秋生突然感慨 但他也發現今年特別熱鬧 很高興 沒問到對張孝全的印象 他幽默說照片看起來比較老 以為對方跟自己差不多年紀 另外影后競爭也激烈 張愛嘉第十度角逐影后 有被肯定成為正式演員的感覺 咒的女主角蔡宣彥則說自己從來沒有入圍大型典禮 這回完全是迷媚心情 想衝過去跟大家合照 而在金馬酒會也已經公布兩個獎項得主 提西新電影及新導演的國際影評人費比西蔣由一家子兒姑姑叫拿下 評審認為電影成功作為臺灣社會經濟發展與階級傑抗的縮影 觀眾票選獎則由致恥奪走 所有人排排站 排排坐留下紀念 金馬酒會上所有入圍的人齊聚合照 在典禮前夕留下紀念 畢竟被提名就是一大肯定 TVBS新聞 張錫元 尋聽台北報導